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意大赛 8月18刚刚落幕 集结来自全台湾高中职还有大专院校 总共15支队伍的创意作品 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举办的野创杯烘焙创意竞赛 是由中华古类食品工业研究所举办 而最重要的推手就是喜愿面包创办人施明黄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说明 为什么要以台湾小麦为原料 而举办这么专业又盛大的竞赛呢 台湾小麦有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它基本上的蛋白质都在12%到13%左右 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筋度不是很饱满 所以它不耐搅拌 这也是它的特性 因为当时候在台湾很流行创客 就是free maker 那我们就是把它用成 第一个这个竞赛的特质就必须完全要用手 因为基本上比赛的时候都是用搅拌机 那我们都是用手直接来挪面粉 那因为你在现在所有的孩子 就是学生里面可能已经很少 有人会去碰触在搅拌的时候怎么去搅拌的 所以我们把它誉为这是一个四度竞赛的四度空间的竞赛 第一个就是力度 第二个就是速度 第三个就是软度 第四个就是温度 好难喔 它就是一个四度空间的竞赛 就是它必须用手去感受面团的温度 那它也要去感受面团的柔软度 还有你的力度 就是你在起面团的时候 你要用多少力量 那你有时候你必须要代替你的手 要用很快的速度把它甩开 它其实是对于一个从事烘焙领域 尤其是面包烘焙领域里面 很多同学应该要面临的课题 就是我如何亲近跟理解每一种咒物背后的特性 比如说你在美国有美国小麦的特性 那台湾的台湾小麦的特性 就是每一个人回到专业的判阻里面去 那去探索每个作物背后的一些性状 那也慢慢去建构属于我们自己台湾应有的论述 这个叫话语权 就是说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 都会回到自己的本土 去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那这样子这么难就听起来 我这个不会做面包的人 我就爱吃面包就是 可是听起来它好难 这会不会也是会某程度吓到学生想说 台湾小麦好难做 可是问题是喜愿要推广的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支持我们台湾自产的小麦 第一年确实有些同学 在提出来的计划 就是它的配方 它要先写配方 确实有些孩子还是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台湾小麦会是在操作的时候 很容易就断金 就是因为台湾小麦就是 它的作物期只有120天 不若像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小麦高纬度 他们可能要半年以上的收成期 台湾很特别就是120天就可以收成到 把蛋白质在12左右的这一个小麦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有早期有很多同学 虽然120对左右的对数参加 但是其实真正送件出来的 也只有80几对 就是过第一关的 对对对 不容易啊同学们 所以是总监您自己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吃起来台湾小麦自己制作的 这种面包的口感也有特色的地方 我认为台湾的小麦其实不要过度添加 就是不要给予它很多的奶油 或者很多就是会去 因为本来食物食材本来就会有加成作用 或者递减作用 所以我们第一个鼓励的就是说 尽量贴进原味 那能够把那个新鲜的小麦的味道 拉出来 这是我们给同学的第一个建议 因为毕竟我们刚采好的小麦 也才没多久就要磨出来了 这个跟一般来讲 有经历过就是像美国一样 就是大厨仓坐船 又到台湾来 这个确实是会有不一样的食物的味道 那我们比较鼓励同学 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进 那个新鲜的小麦面粉的味道 是怎么样的一种味道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过度添加 第二个就是它不是一个很饱足的面团 所以它反而在做工上面 不要去强调它的蓬花性 就是它不是一个高蓬花的面团 它反而可能是做小餐包 或者小小卵翼 或者是一些 类似华国面包的那一种口感 会是能够更彰显出这一个面粉的特性 就比赛来讲 当然就是有推广的意涵 因为这些同学可能未来也是在台湾的烘焙界里面 可能也会是一个活药精英分子 包括可能有这样的热情 可能也会成为烘焙界的老板 我们当然鼓励就是现在就开始鼓励他们 或者贴近台湾的粉产的作物 我们今年还把杂粮列为必要的选材 就是不是只有纯粹台湾小麦面粉 我们今年第三年有一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把芝麻 把薏仁 把荞麦粉 把黑豆粉 就是这些台湾的杂粮的素材 也把它列为比赛的 就是我们有两个指定题目 这个一个指定题目里面就是一定要有 这个杂粮的素材在里面 就是希望能够一年一年进步 就是让人难度也就一年一年提高 我眼泪要掉下来 才第三年难度就这么高 而且听起来其实很感动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芝麻 荞麦等等这些 也都是以台湾生产的为主 那这些就是台湾杂粮复兴这一段 也可以说很革命性的 施总监带来的台湾农业的一些变化 等一下我们在第二段访谈的时候 还会请施总监继续聊一聊 他为什么要这么忙忙这些事情 走独留村小旅行 走独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你是那种很会冲演唱会的人吗 或者应该说谁没有年轻过 谁没有热血的冲进音乐会现场 和偶像和同好们 享受一场视觉听觉的欢乐派对过呢 但是除了那种被关进蛋里面 不对我讲太快了 除了像小巨蛋这样的室内场地 还有表演厅啦演奏厅等等 你有没有体验过 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音乐会呢 例如在麦田里办音乐会 最有名的就是喜愿小麦创办的麦田狂想曲 从2010年开始 喜愿就以庶民草根的方式 在举办麦田狂想曲音乐会 传递着农人还有粮食这方面的议题 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 这些年来麦友们 也就是种小麦的人 爱护麦田的人 集结起来 大家轮流在各地举办 例如2011年是在彰化芳苑 后来还到过苗栗苑里 嘉义冬食等等 像是今年2018年3月份 又回到了苗栗苑里 想想看哦 在刚刚收割的麦田里 能够做哪些有趣的事呢 上午的时候 可以做在地农民市集 现烤全麦面包 还有小麦绘本导读 以及麦田写生绘画等等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 就是丰富精彩的音乐会演出了 像这样的音乐会 不用担心超时被罚钱 也不用担心唱得太嗨 影响到邻居对吧 这应该可以列入 一生至少参加一场的音乐会 明年2019年 接棒举办的地点是台南雪甲 时间也应该是3月份左右吧 欢迎密切关注麦田 狂想曲的最新动向 待会第二段节目专访来宾 就是这一位 这些年来推动台湾本土小麦富裕 杂粮富裕的重要推手 还有关键人物 师明皇 师总监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新闻 就在报一个做棒的比赛 请师明皇师总监 给我们介绍 度假基板所爱的 一年一度的小麦面粉的盛会 野创碑 野创碑 简单说 阿伯阿伯 不要跟你说 就是做棒比赛 这个年代 哪有人专程在办 做棒比赛 其实主要是因为 它是用台湾 叫做棒比赛 对 今天听听这一位幕后的 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只手 其实师总监 什么都监着做 所有的事情都监在身上做 这个总监 而不是一般听起来 舞台总监 戏剧总监 不是那样子的 没有那么浪漫 师明皇大哥 可以先聊一下 其实在你的 所有一些出发点 从小小的 比如说喜悦面包 是为了想让一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力 那从喜悦面包 然后到后来 很多很多一步一步的 开始复兴了台湾的杂粮 再到后来食农教育 再到刚刚提到的野创碑 面包比赛 就是希望从下一代 就知道说 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里面 有很多可以发挥的东西 大米最深受感动的 其实还是在于 你跟农村农业这一块 在投入 然后那个出发心这样子 那可以先聊您 您是哪里的小孩吗 我是彰化 蒲檐香的人 蒲檐哦 对 薄盐 薄盐 薄盐小孩 薄盐小孩 那请问你今年几岁 今年 我1960年出生了 58岁了 58岁而已 满58了 满58 蒲檐的小孩 那蒲檐听起来 我害哦 因为有盐 没有 他比较外 这个 福庆 这边 但是 厉害还有一个记忆 如果说像 风腕 李林 大山 这就更加滚海了 所以 小时候的农村印象是什么 是在做什么 都餐啊 都种水稻 都是水稻为主嘛 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都是水稻 你家里也有种植物吗 我们家里曾经有种过 也从事过畜牧 对 起 起低 对 这样你的小孩的时候 童年的时候 都要做这些 无人的工作吗 嗯 都要 在家里都是需要帮忙的啊 你的年纪应该不是有放牛的 那个年纪吧 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 有牛 但是我们已经 已经脱离那个牛的 阶段了 已经慢慢有 有机械了 就所谓的铁牛 嗯 就是已经到了 有机械耕作 但是 人力的 就是收割还是为主 去掺的刀 刀切到什么 还是说串串 就是人家收割之后 可能有一些 掉在田里面的倒数要去捡 我们这些都其实是 印象非常深刻的 农业生活 苦不苦 想起那段日子 在那个时候算苦 但是现在回想一切 都是很甜蜜的 反正是走过了 都是甜蜜的 可是你 你不是走过 你现在继续带着更多人在走 这个情境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 毕竟我们在农村长大 说实在的 其实早期对农业 因为我们也离农 就是你会到学校念书 到外面工作 那也不是长期一直都在农业里面生活 虽然对农村是有印象的 也有感情的 语言是很熟悉 名词也很熟悉 但是其实是有距离的 那是2007年我们投入农业之后 才慢慢找回那一个情感的连结 就是说原来我们的情感还在 而且那个热情也还在 只是没有燃点 就是凡事都一定要有个燃点 那有一个触发 那个热情就会重新再起来了 我在想很多人都需要去找到那个燃点 燃点 所以喜愿共和国当时那一个小小的火苗 是怎么样迸发出来的 其实我在想任何 尤其是年轻世代的 就是大部分会有所谓的热情 一定都来自于 可能是对外在的不满 或者不舒服 或者是一种抗拒 所产生的一种自主性的 就是自发性 我觉得我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我要证明我可以的 我不否认我们其实在2007年 喜愿的当时候的情境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是一股不服气的 不服输的 要找出属于自己的活路 为喜愿面包找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径来 所以才很勇敢的走进去 台湾小麦的这一个契作的运作里面去 我们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那里才开始的 那到2013年 2012年的时候 我们才把所有的努力统称叫喜愿共和国 2010年我们开始推动大豆 2011年开始推动杂粮 那因为当时候很多人就是都搞不清楚 喜愿到底是在干什么 到底是喜愿面包 喜愿小麦 喜愿大豆 还是喜愿杂粮 所以后来就干脆把所有的 不管是实体的工作组织 还是把一些农民的组合体 把它统称为叫喜愿共和国 对啊我们前名叫做喜愿社区协力农业营生群组 自己不错啊背得很顺 对对对 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让更多的人来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把所有的做一次统整 就是因为那样的统整呢 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内化 就是凡事都会回到一个内化的机制里面来 那不管是喜愿的工作伙伴 或者是参与喜愿的契作农佑 在那个过程他比较清楚他在干什么 我们在干什么 那我们未来要做什么 那这样子在带领农民的时候 可能也他们也会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他们也会刚开始也会很困惑嘛 说为什么喜愿这样到底是在干什么 对那那个是一个过程 你所谓的带领农民这几年这样下来 目前能够有大概知道的数字 就是农民大概是多少耕作的面积 我们这几年其实都有起伏变化 就是当然农民也有的会离开 也有的人会进来 不过我们大概是五年都非常的稳健 小麦大概在维持在460公顷左右 就是上下大豆大概在100公顷左右 那乔麦最近这几年比较放的比较大 大概在45公顷左右 那艺人也逐步在放大当中 尤其是今年大概应该可以维持在60公顷 那还有就是有一小部分就是芝麻 芝麻我们不太敢放大 因为毕竟它真的是一个很耗工的作物 完全都要人工 而且价格也非常高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做在 比较属于装饰型的产品上面 比如说提高风味啦 香气啦 这样子不敢大量的像 像其他的作物面积放大的那么大 所以它大概都在3公顷到5公顷左右 所以总格加起来 我们一整年下来啦 大概接近大概在750公顷左右的统合面积 那农民宿各个作物加起来 大概在180位左右 那区域就是就全省各地都有农民这样子 东南西北都有吗 对对对就是台东啦 或者是北部就到桃园观音 那苗绿燕里台中外埔 彰化的二林 还有福星路港跟大城 那还有嘉一的蒲子 到台南学甲永康都有我们的农友 高雄也有 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师总监您做的事情 在我的理解上 我觉得很多很有理念 也一直付出行动的小农朋友们 或者是把台湾在地的食材 好食材发挥在食物上 然后透过餐厅啦 美食烘焙都有 可是我们大家都是衡量着自己的能力 然后做着自己能够做的那个格局 可是你的格局超过去啊 你知道吗 我在想那个应该是一种 人文思考的训练吧 我们回到一个最真实的状况 就一个经营者来讲 不管你做什么 你有一个可能跟你最密切的 或者影响你最大的 那个可能会影响你往后走 我觉得我们确实 喜业面包确实在这一个上面 它确实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你从理性来看也是对的 它是从需求端出发 对不对 它是从需求端出发 所以它很真实 它没有虚假 我就是要用啊 所以在看农业里面啊 第一个其实要从需求端出发 它才会真实存在 因为它是以需求为导向 不是以生产为导向 所以它会一直存在在这个市场机制里面 也就是那个基本盘会非常的稳健 你从基本盘再慢慢扩散 也就是说第一个你无后顾之忧 第二个你先让自己呢 稳步区间 再去挑战下一个 所以你会回复我刚刚说的 因为我就是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可能两年之后再带一个 一年半之后再带一个 我可以很确定的 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 很多农民都会看我们这样 天啊回头一看已经十年了 原来我们可以长这么大 可以做这么多元的事业出来 其实它就是一个而已啊 一个而已 就是一个而已 什么 就是喜宴啊 我们认为那是一个愿望 第一个就是把我们自己乐于做的事情 而且很喜欢做的事情 很专注的事情 去告诉农民 也希望农民怎么做 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一群生命 一起体会出来的道理 就是第一个专注嘛 第二个快乐嘛 对不对 第三个认真嘛 你看那他就会成就 所以真的那个原理原则哦 凡事其实一通百通 跟你学什么 其实不是那么的绝对的相关性了 您跟农友合作这么多年下来 您的后端的很多操作 不管是行政行销 这些很复杂的工作很多 可是在农友的这一段 他们跟你对应的 是不是相对单纯很多 对确实我们 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个 很长的陪伴过程 就是我们跟人家去做 不是只有最终 好像我跟你说好了 最后才来跟你点货 我们确实在这一个过程里面 就是有了很长的陪伴 比如说你从开始要种 从零种开始 零种子开始 告诉你要关心你 哪个时候要种 种的时候我们会去看 怎么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参与的 我们也当然把这样的观念 告诉我们参与食农教育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要清农 你要清净农业 清净农民 第二个其实我们应该 我们鼓励农民互相珍惜 因为你清净过程里面 有一些理解 包括做错事也要谅解 就是有些东西 农民他也会换错 比如他也不是每个农民 也会偷吃饭 不是每个农民 但是也会有农民 有一两个农民 也会偷吃饭 但是我们不能像一般商业机制一样 就是好像就是 跟你 但是我们觉得农民有些困难 他可能碰到什么困难 所以我们愿意协助他 克服他在操作上的困境 所以他才会可能去喷农药 或者喷化学农药 或者什么 那我们也不会这样子 就好像一般来讲 就是刀砍下去 好像就是 当然我们有一些 必要的处置措施 但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在人 就是不是只有停留在物的 这个观念里面 所以第二个我们认为应该是习农 珍惜农民 对 要顶修 要疼修 因为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要留在农业现场的人 已经不是很多 虽然其实陆陆续续有新的青龙回来 但是其实就总体的人数来讲 其实比例上其实是很低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很鼓励 就是新的农民 在加进喜宴的工作团队里面 第三个就是 有了这个过程 我们鼓励就是参与我们这个团队的 不管是学校的老师 或者学生 还有我们的农友 因为我们有这几年 其实有很高度的互动 第三个才真的期待 我们的孩子能够尊农 从习农到尊农 尊重 对 尊重农作物 那尊重农友 尊重农业 那个有一个过程 那个不会是第一时间我们讲什么 他就会 一定要有就像我刚刚说 他有个过程 有一个陪伴 聆听 其实农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其实就是你不用讲太多话 你要去听 因为农民都很喜欢 有人听他讲话 你问三个 他可能说三十个 因为他很爱人关心的 在你刚刚提到去倾听农民 然后习农跟尊农的时候 有一个环节 你说即使他有时候偷懒了 他还是喷了一点农药 因为毕竟喜愿 推崇的是不使用除草剂 化学农药 化肥 这些都不要 而且不要毒鸟 对 连对鸟都友善这些 那很可能对偶尔遇到一点点 这个不太这个完全符合的农友 就像你说的 我们可能很容易的是 就把它一踢出 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可是通常真的去愿意去了解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然后听他说一说 那种交心 你这一招真的是很高招 难怪我看过一篇报导 大家收成非常差的某一年 那那个种子的钱呢 你就不想跟农人收了 这个农民朋友阿伯 跟你说 我们不是在高钱 我们是高钱 是这样说吗 对啊 就是在一般的事业里面 我们也是从私人的这种盈利机构 公司到农业里面来 成立喜宴再到农业 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什么叫点椒 我钱给你什么 盐货两气 那我们那一年 其实我很深受感动 就是因为我们初期就是 我们提供种子给农友 收成不好 或者没收成 我们就不拿种子的钱 但是那一年呢 在苗栏宴里 就是已经刚好有一点小说成 但是其实就我们来讲 其实还很小 我们都还不舍不得说 这样就有收 但是收了不是很好 但是农民呢 我们去 就去那些 去那些关心 今年怎么吃 怎么就包一个紅包 管理人想说 某某人 多多少钱 多多少钱 中金 多多少 就拿给我们 我们就说不行啦 那个今年都没有收 你这样子 不要啦 不行 他就说西先生 这不是糕钱啦 这是糕钱啦 这是我们的习惑 这是红包 天哪 好感动 所以我们觉得 你在农业现场 其实很多 很多有这样的隐喻 他其实生活里面 所以农业里面有一个 就是他有温度 他是有温度的产业 他真的是一个 所以其实未来新的世代的 其实要从事的是一个 有温度的行业 农业就是一个 有温度的行业 这样子的温度 我不知道 是不是能够让 众多的听众 能够理解到 而且知道说 要怎么去保留下来 继续让他恒温 那是最难的 因为从生产者 这一部分的 可以聊一下 然后消费者这一端的 观念这一端 你也可以谈一下 你还是一直很担忧的部分 有什么 担忧的就是 其实我们 意识上的觉醒 消费端的意识觉醒 其实是不够的 就是在 饮食的消费链里面 其实是不足的 生产端 其实都很OK 生产端的部分 比如说你今天 只要有个好的价格 合作模式 政府的资源 其实已经 就我自己在看 其实已经 逐步到位了 但是其实 生产端的部分 我认为有个观念 需要被导正 因为政府往往就是提供了 很多的经费补助 或者是什么 奖励补助 但是农民在 申领这些 气咒 讲咒 补助的时候 其实要转化一个概念 他其实应该要把它转换 把补助转换成 这是政府的投资 他就是我的股东 这个差别是什么 假如我是零补助 跟我今天是有伙伴 有股东关系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责任 责任感 对啊 对不对 你今天 假如我今天 我是担保祖的 我也有提 我也有提钱 如果了解 也不会了解 对啊 就会很大意的 可是今天假设 你是用一种 伙伴关系 用一种股东关系 我要对我的股东 负责任 我要对我的投资者 负责任 人家是因为我这样子 所以要投资我 对不对 一般的外部投资者 一定评估过嘛 对不对 我在想政府会补助 我想也会评估过 那我相信 承受端 尤其是申请端 农民端 也应该用更谨慎的心情 也应该就是 我一直强调的 不要太冲动 就是真的要很冷静 跟理智的去看 这个是生产中 我觉得比较迫切的态度 要观念上 要改正的 就是说 这个补助 其实就是一种投资 就是对你有信心 是一种投资 他就是你的股东 政府就是你的股东 就是你的伙伴 你的partner 这个 这一个一定要改 不然我觉得 态度上 跟观念上 假如没改 还是会只停留在 补助的观念上 会害了自己 会 那在 消费端 我觉得 大部分人 也许都有 能够理解 但是真正 转化成行动 这是真的 你也叹气了 就是如何转化成行动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被努力的 就是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所有的媒体广告 或者是捷运 尤其是都会型的广告 其实对于本产的这种作物 其实都促销 所谓的促销 就是让他被看见 就是对消费者的教育 其实是不足的 我们可能只有透过某某季节到什么展览馆 租一个什么 就是告诉 好像觉得我一年有三次 有什么美食展 或者什么展 好像就这样子 其实说实在的 要是让我讲真的 其实那些展 第一个政府花的钱都不到位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刚好跟其他的展有冲突 好像抢挡大片互相冲到了 就是都没有办法找出 就是有做 但是效果没有发挥到最好 就是都没有发挥到最佳的状态 因为你会互相抵消 比如说你今天办一个台湾农品 什么杂粮农品精品展 结果你跟食品展互相冲突 大家一定都跑去食品展 大家怎么会 对不对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 我们这几年在看 都会常常看到 怎么还继续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 我们业者在看事情 同样花一笔钱 结果也就搞成这个模样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看 而且很真实 可以接受公平 因为我们都很真实的在看事情 无色于人生的指涉 对这部分 我觉得我们对于消费者的教育 是不够的 不要期望什么几场食农教育 就可以改变台湾的消费饮食结果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要制造对立 不要我们常常就说 进口的不好怎么样 就是要强 因为要强调台湾本产 用很多的语言 很多的形塑 去创造这种对立的价值 其实这个无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困境 我们要解决自己的困境 是要告诉别人 我提供一种好的选择给你 我不是为了要取代进口 你今天把它形塑成一种对立的氛围 是不正确的做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 所有的小麦大豆玉米 这些包括高热量的坚果类的东西 我们自己的平均起来 大概可能不到1% 我们自己产量不到1% 你告诉别人说 吃进口的不好 吃怎么样 进来的东西怎么样 你说这些人 这些从事食品加工业的人 听起来心情多酸 他会说这些人都说这种话 对不对 所以只是让更多的人离你越来越远 那你们自己去玩 我们都用进口的 反正我们就说什么 你们就说什么 分散会更好 但是贵松不散 我们也用不去 我们说白的就是这样 但是你要把这个分为 把这个舞台 要把它做好 所以不用再继续创造这种对立性的 就是好像用进口的不好 或者什么 我们当然希望大家鼓励更多的人来用自己本产的作物 所以喜宴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真的都是 内化成自己的行为跟语言 就是我们当然一定要支持自己的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就认为别人不好 因为我们的好不一定别人的不好 别人也很好 对不对 所以共好的时代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好 别人就不好 别人不好就是我们好 不是 别人的好就是别人的好 别人不好也是别人不好 不会是因为别人不好变成我们的好 你看这一段是叫我口令 很顺耶 这个是哲学思考啊 对不对 这真的是这样 你假如没有这些东西 融入在你的生活语言跟工作里面 那你只是越做越辛苦啊 越做越准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鼓励更多的人 从事友善环境种植 或者有机种植 可是假如我们今天一直刻意的去制造 惯形农法跟有机种植的这种对立性 把有机种植变得高度的商品化 这些惯形农法 这些农民一定不会靠近友善环境或者有机种植 就是觉得我好像是 我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一样 就是好像我喷荣药就已经很糟糕这样 但是我们的整个台湾的饮食结构圈里面 百分之九十几甚至九十九 都是还是这一群农友在支持着 同样他们也是很辛苦的 也是一样老火老干 也一样顶着大太阳 也一样很辛苦的要顺产水 也一样要去 有的还要很辛苦的要做很多的事 都一样农民都一样 不要因为透过不同的种植农法 彼此的又类化 就是在阶级里面又会不断的分类彼此的阶级 这个是种有机 我是种有机 你是种冠性的 所以我就轻视或者是 就是比较轻乎你或者是什么 其实假如我们有更多的高度的关怀 或者理解 那这一群人会更多的人会往友善环境种植 跟有机种植 我们在喜宴的系统里面 就是气作系统里面 我们刚开始也是一样 就是友善环境种植 那也有很多农民不谅解或者不理解 就像我说有的人也会作弊一样 但是假设你没有用一种理解 那把它往这边一直往前拉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撑到现在 所以其实它有个 真的就是我常说的那个气要足要长 要更多的理解 那你才能够把这一群人 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拔河 我们这边在拔过来拔过来这样子 那对面那里是谁 你讲这个画面手还一边拉 我突然想着 对面在跟你拔河的是谁 你给我说出来他们是谁 没有其实假如以喜宴的对立系统来讲 我们对抗的 意识形态上对抗的 其实是 就是农业的这一个被高度商品化的 这一个议题上 包括农地 我们在这上面会是比较 聚焦在这上面的对抗上比较多 包括议题的参与 我们也都比较 包括投入人力 投入志愿 也都比较放在这一个上面 最终的希望是 大家都可以在环境面上 或者在生活 在我们的营生系统 那有更好的平衡关系 就是平衡不会是说 你一定都是全面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请协士的 就是还没有拉回来 就是还没达到一个平衡 这件 就是我们这边还是输 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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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美 消费者支持这些组织 这些团体 然后支持这样子的 社会企业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那其实也是参与了社会运动 你就站在了 市总监拔河的这一端了 大家一起帮忙 谢谢 谢谢市总监来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 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喜愿面包工作坊 已经成立将近20年了 市民黄先生说 喜愿这两字原来的意思 是喜乐的愿望 而这个愿望也很具体 希望在2020年之前 喜愿全系列产品 可以使用 弃作农产80%的承诺 所以以此作为自我减和 还有督促政府 在2020年达成粮食自给率 40%的目标 欢迎大家一起支持喜愿 支持台湾本土杂粮 管道很多 例如透过主妇联盟 生活消费合作社 或者是全台湾各地的 成品书店也有 礼人事业也都有 喜愿的相关品项 其他独立店家就更多了 如果想要知道详尽地点 可以到喜愿行 这个官网查询 或者到咪咪之音的FB专页 大明会随着本期节目 附上资料连结 感谢你的收听 下周一傍晚5点20分 再见咯 拜拜